小朋友睦眼時 其實是代表他看東西不清楚 當小朋友睦眼時 因為當他睦眼時 其實他有一個針孔的反應 所以如果小朋友有屈光的問題 例如近視 散光 或者其他視力的問題 他睦眼看東西 會清晰了 從零歲至八歲 是小朋友發展的 視力很重要的時候 如果他們有深度近視 就會增加他們弱視的危險 當然如果他們近視 直到大過了 都是有深度近視 亦會增加其他致盲眼疾的機會 例如白內障 青光眼 或者視眸眸脫落 其實戴眼鏡 不能解決近視的問題 戴眼鏡只不過是一個輔助工具 令他們看得清楚 如果家長想避免 令他們日後有一個致盲的危險 其實就要想一下一些 控制近視的方法 其實近視控制的方法 主要現在有兩種 第一種是光學的方法 俗稱是OK鏡 其實這種OK鏡 是一種夜間戴的角膜素型隱形眼鏡 令到角膜的弧度 有所改變 所以小朋友在早上 就不需要戴眼鏡 不過戴這種眼鏡的時候 他需要注意自己的個人衛生 如果發炎就很麻煩 當然也是有數據 這種方法是可以控制近視的 第二種就是低濃度的阿托品眼藥水 其實低濃度的阿托品眼藥水 是很安全的 而大概有50至60%的病人 低了之後也可以有效控制近視 當然病人要遲之以行 每日滴一滴 這樣他的近視就可以控制 除了睦眼之外 加上要特別留意以下的景號 例如說小朋友突然之間 走到很近地看電視 又或者把貨本拿到很近地看 又或者老師投訴他們功課差了 這些都是可能是因為他們看得不好 而引致的一些景號 如果家長發現以上的眼睛問題的話 就要馬上去帶小朋友 做一個全面的眼科檢查 因為如果錯過了治療的黃金時間 就未必可以好好控制到他的近視